车来车往大马路口 一名小男孩蹦蹦跳跳冲向斑马线 后方妈妈伸手抓人 却怎么也追不上孩子步伐 当街上演你追我跑 听等红灯的机车骑士看傻了眼 经过的驾驶进击傻车 惊险瞬间妈妈一个剑步 将男童往前一推压制在地 紧接着双手一抱 将他高高举起摔进怀中 立刻小跑步离开 最后车辆陆续通过 整个过程不到十秒钟 影片曝光网友直呼 妈妈真的是超人 也有人大赞车主 好在有看路救了孩子一命 事发就在新北板桥中山路一段 男童从人行道突然暴冲到马路 还一路笑咪咪跑给妈妈追 家长神救援激紧压制 加上路过驾驶抱持安全距离 才没酿成事故 而下面这位粗心驾驶就没这么幸运 国道上一辆缓撞车在内线车道 准备施工 后方休旅车时速快破百往前冲 没想到就在下一秒 不偏不倚直直撞上环撞车 休旅车弹飞 失控旋转两圈到中线车道停下 换个角度看车头瞬间被削掉一半 环撞车也被撞到全毁 原来休旅车疑似开启辅助驾驶 没有看路才发生惊悚追撞 万幸的是驾驶尽受轻伤 国道警方再次呼吁紧握方向盘 千万别把自己的生命安全 统统托付给科技帮忙 记者离心